來 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算幾不等式 什麼叫算幾不等式 他標準講法叫做算數平均數 大約等於幾何平均數 這樣行不行 什麼叫做算數平均數大約等於幾何平均數 我們來看一下比如說第一個 假如說AB有兩個數是大約等於0的時候 這樣行不行 換句話說當這兩個數都是正數的情況之下 把兩個數字相加去2 絕對大約等於兩個數字相乘開根號 這樣行不行 三個數字也是一樣 如果ABC三個數字都是正數的時候 把三個數字相加去3 叫做算數平均數 會大約等於3個數字相乘開3次 這叫幾何平均數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老師舉例好不好 老師以這邊為例好了 你看一下 兩個數字相加去2 叫做算數平均數嘛 相乘開根號叫做幾何平均數 對吧 這兩相加去2 絕對大約等於這兩相乘開根號 這樣行不行 怎麼說 老師舉例好不好 比如說 S4B49 4加9 13 去2 6.5 4乘9 36 開根號 6 6.5 有沒有大約6 有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隨便舉例嘛 比如說 A42B18 2加8 10 去2 5 2乘8 16 開根號 4 5 有沒有大約4 有 所以說只要兩個正數相加去2之後 絕對大於或等於兩個數字相乘開根號 這樣行不行 欸 老師你剛舉例都是舉大於耶 什麼時候等於 5加5 10 去2 5 5 5乘5 2數 開根號 5 有沒有等於 有 換句話說 如果說正常來講 只要AB是正數 這兩相加去2 基本上會大於這兩相乘開根號 但是如果說AB這兩個數字一樣的時候 這兩邊算出來會相等 這樣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 那三個數字相加數以3 基本上會大於三個數字相乘開3次 那如果說 那如果說當這三個數字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等號會成立 這樣行不行 可以喔 所以基本上兩個數字相加數以2會大於兩個數字相乘開根號 行不行 那如果說這兩個數字相乘開根號 那如果說這兩個數字剛好一樣的時候 這兩邊會怎樣 相等 這樣行不行 好老師 學這幹嘛用的 來使用時機注意一下 好吧 求最大最小值的時候 求極值的時候 什麼時候用算起不等式 兩種現象 第1種現象 給相加求相乘 第2種現象 或是給相乘求相加 怎麼說 我們算起不等式有個特徵 一邊相加一邊相乘 一邊相加一邊相乘 他可能給我相加條件 求相乘的最大值 或是告訴我相乘的條件 求相加的最小值 這樣了解老師意思吧 所以說只要是求極值的時候 給相加求相乘 或給相乘求相加 我們做時候考慮用算起不等式 這樣可以嗎 可以好 好你先把這邊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在題目 下去講解 OK 來我來看一下這題 他告訴我 SY都是正數 而且 3S加2Y等於12 求SY最大值 怎麼算 老師想請問一下一個現象 這題非常標準 他給相加求相乘 對吧 所以說只要靠求極大值極小值的時候 給相加求相乘 麻煩用什麼 用算幾不等式 這樣行不行 怎麼說 麻煩你把這個當作 把這個當作A 把這個當作B 這樣行不行 把A加B 這兩相加 除以2 會大約等於這兩個相乘 開根號 這兩相乘是幾 6SY 所以大約等於根號 6SY行不行 所以說把這兩相加 除以2嘛 會大約等於根號 把這兩個怎樣 相乘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就把它帶進來 我就可以把這SY的最大值算出來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這代進來自己 12 12除以2 6 所以6 大約等於根號 6SY 把兩邊平方 好不好 平方得到 36 平方得到 6SY 把這兩邊順便顛倒 這樣行不行 老師可以得到 6SY 小一等於36 再把乘的一怪變什麼 除的 所以S乘Y 小一等於幾 6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這兩相乘 乘起來 最大最大值極 6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這個標準做法 這樣行不行 但是 以後只要靠算極不等4 聽好 給相加求相乘的時候 基本上這時候有數極 這樣行不行 怎麼說 老師這數極怎麼算 這數極也是有原理的 怎麼說 你看這邊 剛才前面教過你 好不好 算極不等是老師講過 相加除以2 會大A等於相乘開根號 基本上會大於 什麼是會等於 當這兩個AB 這兩數字一樣的時候 這兩邊會等於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這邊 A乘Y最大值是6 所以說什麼時候等於6 什麼時候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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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這AB這兩數字 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等於會成立嘛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吧 可不可以這時候就會等於6了嘛 所以說注意聽 什麼時候等於 什麼時候等號 什麼時候兩個相等 當這兩個 一樣的時候嘛 也就是A和B一樣 也就是 3S會等於幾Y 2Y的時候 對吧 可不可以 那題目又說 3S加2Y要等於幾 12 那今天這兩個又要等於 有沒有看到 可見這兩個要相等 這兩個相加等於12 可見這兩個都會是7 6 所以 30等於6 2Y等於6 相信不行 30等於6 S12 2Y等於6 Y13 所以說把A乘Y 乘起來就會等於7 6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一樣 有吧 我直接帶答案嘛 知道嗎 所以說什麼時候最大值 也就是這AB這兩數字 一樣的時候 也就是這兩相等 而且這兩相加又要等於12 可見這兩分別都是幾 6 所以S是2 Y是3 乘起來 答案就是6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好 麻煩你先把這題看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 OK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這兩相加等於6 求 S平方Y之最大值怎麼算 這樣行不行 來 這題非常標準 他告訴我相加 去求什麼 相乘 給相加求相乘 對吧 求極值的時候 給相加求相乘 然後反而用什麼 用算幾不等4 這樣行不行 那怎麼說 他告訴這個條件求他嗎 那怎麼算是否知道 根據算幾不等4 是否可以知道 把這兩個相加 處理2 絕對大概等於這兩相乘 開根號 這樣行不行 把它帶進去 答案就出來了 錯 為什麼 因為我要求的是S平方Y 你這樣子寫 算出來是A乘Y嘛 可以嗎 不行嘛 我產生S平方Y 可見這邊要幾個 AK相乘兩個 你說老師那簡單啊 我就把它寫成 AK加AK加Y 除以3啊 把這三個相加 除以3 就大概等於 開三次 把這三個相乘 乘起來不是就 S平方Y了嗎 但是挺好 屏幕只知道 S加Y等於6 這S加S加Y等於多少你知道嗎 不曉得嘛 所以說這批麻煩就在這邊了 我必須要在一個 AKS的情況之下 把這邊變成平方 什麼叫平方 要兩個AKS相乘 才會變成平方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這題難就難到這邊 我直接把定了A加B除以2 大概等於更好A乘B的話 這時候就有算數SY 我又配合平方 我又不曉得 SSY是多少 對吧 所以說我必須要在 這個條件情況之下 這邊明明就有一個AKS 要把它伸出平方 怎麼伸 麻煩你想辦法 把AKS拆成兩個 這樣行不行 來怎麼拆 基本上我剛才講過這兩方法都是錯誤的行不行 先把它劃掉好不好 避免困擾我們 所以說這題重點在這邊 我想辦法把這AK拆成平方 拆成兩個對不對 怎麼拆 所以說把AK拆成 2分之S加2分之S再加Y行不行 我把AK拆成兩個 好 2分之S加上2分之S嘛 這三個相加 除以3 會大概等於 把這三個相乘 開3次行不行 這樣子一寫 你看一下 這邊乘起來有沒有S平方的 有喔 而這邊你看一下 這兩個相加加起來是起 再加上Y加起來是起 S加Y 對不對 所以說這邊合併起來之後還是S加Y嘛 一把這邊 乘起來就是起 根號 開3次 4分之S平方Y了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你看一下這題 我這邊是還是S加Y了 但是我這邊把它拆成平方了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再一次喔 我今天我只知道S加Y 我卻把它拆成S平方怎麼拆 我把AK拆成2分之S加上2分之S 把AK拆成兩個 拆成兩個的時候 這兩個乘起來 就會產生平方的效果了 對吧 可不可以後 之後把它帶進來 6所以3次7 2 所以2大約等於 這個東西行不行 想辦法再把這個去掉 把開3次去掉 怎麼去掉 把兩邊同時3次行不行 這個3次變成8 這3次是拿掉 所以8大約等於4分之S平方Y 這樣行不行 除了一過去變成 乘的 48多少 32 所以說是可以得到 S平方Y會小於等於32 行不行 所以說這乘起來比32小 可見這個式子最大最大到極 32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題麻煩你特別去注意一下 這樣行不行 好 你可以先把這邊整理一下 好不好 OK 來 你身影完畢時再聽老師講話 好 老師這邊 介紹一下數解 我一再強調 我們在算起不等式的時候 給相加求相成 有數解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怎麼說 這時候有數解 那數解的時候 老師一直在強調 為什麼可以數解 因為給相加求相成的時候 什麼時候等號會成立 但這三個數字一樣的時候 對吧 可不可以 所以說一樣嘛 所以說老師問你 什麼時候會等於32 什麼時候會等於32 啊 也就是當中 這三個數字一樣的時候嘛 這樣聊講我事情是吧 OK 那怎麼做 所以說以後只要看我這種題目 給相加求相成 基本上 你可以用數解來算 只是這裡會比較麻煩 這裡用數解的時候 先必須要把這個條件 大家整理一下 怎麼整理 我今天 明明是給s加y 我這邊要產生x平方 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說一開始的時候 我必須要把這個x拆成幾個 兩個 對吧 所以說我必須要把這個s加y 寫成 2分10s加上 2分10加y 等於6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這時候產生 等號成立時 可見這三個要一樣嘛 所以說這三個相加等於6 那這三個要一樣 可見每個都是其2 所以說是可以得到 2分之s會等於2 這個y也會等於2 這樣行不行 所以得到x y是2 這樣行不行 再把他帶進去 s平方y 乘起來 16乘2 47 32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喔 所以說標準原理還是要知道 知道的時候也可以搭配數解 好不好就直接算嘛 這相加等於6 求這相乘 相乘是要小心 要s平方 所以說我就把x拆成這兩個 變2分10s加上2分10s加y 要等於6 這樣行不行 這三個相加等於6 對吧 這三個要一樣 所以每個都是2 這樣了解老師意思吧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到這邊 麻煩把這整個把架 整理一下 OK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OK